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的变化有时候都几秒 你肯定是要去做得更加果断 其实错也没有关系 我叫黄从果 然后今年13岁 小学当时是组织帆船队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 之前是在那种小湖里面 就一开始的话肯定还是幻想像那种海贼王什么的 就是在那里转舵 实际上和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黄从果这孩子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比赛都是倒数 但是我看到这个孩子特别的认真 特别的努力 来之前就是准备好 我来干嘛 我来做什么 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反正你慢慢地坐着坐着 你肯定会有某一个找到感觉 通过翻船训练的话 我以后在生活的这方面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会认识到自己其实属于哪一个阶段 然后找到问题 坚持去克服它 你的优势 所以你要在这一块你要大胆一点 信心一点 理解吗 一次一次的比赛 我们看到它一次一次的成长 从倒数到总排名的中间 到甚至拿到了冠军 站在全国最高的领奖台上 翻船的运动 它是一项思考的运动 在我们这里学翻船 周末它可能要少了一天的时间 但是它的成绩并没有变得更差 反而变得更好 当它真的是学习到了翻船的精神以后 其实它的很多的精神知识 行为和生活方式 其实是在悄然的在发生转变的 去保护海洋 看到它比较转起来 爱大海吧才能真正的进一步 其实翻船运动在深圳发展 在全国里面还是比较早的 成绩也是比较可喜的 包括现在我们要建设全球的海洋中心城市 对于我们航海人来讲也是非常的激动 很多孩子都说未来我要做一个海洋生物学家 我要做一个海洋环保学家 我要成为一个帆船运动员 我要驾驶的帆船 将我们的文化传遍世界各地 蓝色海洋的梦想 激励着越来越多孩子 一次又一次的乘风破浪 扬帆美航 越来越火 越来越了 越来越了 越旅 역 感谢观看